小客車往國道出口出行駛 下一秒駕駛卻看到 遠方一輛機車 竟然穩穩地逆向起來 很危險啊 阿公阿嬤 再看一次戴墨鏡的阿公阿嬤 不但神情淡定 竟然還懂得靠右禮讓小客車 彷彿忘了自己正逆向 騎在國道匝道上 這樣的超狂逆向 也發生在花蓮 重機在筆直的道路上奔馳 沒想到一輛白色小客車 疑似沒有注意來車 直接逆向迴轉 儘管重機駕駛看到 長按喇叭提醒也來不及 就這樣硬生生撞上 還因為撞擊力道太大 車頭向左偏後倒地 那在國道上 都是以3000元的罰源起跳 除了罰款的部分以外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 就要負責這個交通事故 主要的造勢原因之一 那這個造則是 佔大部分的一個責任 不論是沒有看清楚標誌 還是談意識方便 逆向違規不但可能念貨 嚴重甚至賠上性命 實在不值得 記者 五彩薰衛文宣 花蓮報導